拿了个全国新概念 作文比赛的一等奖 就毅然退学 并且说自己能靠写文章养活自己 没想到他当年真的就凭借一本 三重门成了中国80后的首富 我觉得不算那些继承遗产的 我应该当时就是80后首富 当时复旦大学想要特招他 他却傲然拒绝了 就算复旦请我去当教授 我也得看看我有没有空 但以为他会一直在写作这条路上走下去 可他却突然转行 去参加了中国职业赛车场地赛和拉力赛 并且还要拿下了双官网 之后还顺便拍了部电影《后悔无期》 赢得了观众和票房的双重认可 他就是韩寒一代人的青春偶像 他是一个敢说敢做的狂妄青年 开博客评论时事 被人称为当代鲁迅韩市长 他也和众多名人对骂 连高小松都被逼得关了博客 他似乎什么都能干 什么都能成 但是唯独不太会投资 有一套房子买得很早 三千九卖的 当时一个人问我卖不卖 那现在开完奥运会以后 大概也涨到一万多嘛 那我 他问我什么价钱买 我算了一下 因为房子在我手里有了好几年 虽然没有住过 但是有一个折旧率嘛 像车一样 所以我想了一下 我说那可以三千五出 三千五 就我觉得其实这个才是正常的 因为如果大家都这样的话 那我想可能这个社会会更加的美好一些 最近他又被爆出投资餐厅亏了上亿 他是每个男人都想变成的男人 他为什么可以这么潇洒 后来他为什么又变得圆滑了呢 投资失败 是不是说明他已经不行了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韩寒的传奇人生吧 1982年 韩寒出生在上海金山天临镇 家境算得上英识 他母亲是一名医生 父亲在一家大公司担任重要职位 韩寒从小就跟着爸爸到处跑 见过各种各样的人和事 思想比一般人开阔多了 这让他的成长和写作都受益匪浅 1998年 韩寒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 考进了上海市松江二中 开学第一天 他就在全班人面前宣布了自己的野心 大家好 我叫韩寒 从今往后松江二中写文章的 我成第二 就没有人敢成第一 同学们听了都笑得前仰后合 但韩寒不在乎 他只关写自己的文章 他还跟他的室友沈洪伟说 全世界用汉语写字的人里头 钱中书是第一 他是第三 沈洪伟当时还不知道钱中书是谁 但他承认韩寒写的确实不错 因为韩寒的文章 经常被宇文老师拿来当做范文念给大家听 不仅如此 韩寒还在多个期刊杂志上发表过文章 1999年 他参加了萌芽的新概念作文大赛 那时他才16岁 就写出了让评委惊呆的作品 有趣的是 评委们还怀疑他找人代理呢 我一看哇不得了 这个男孩子才16岁 那个文章因为写得太老辣了 就说 还有那种钱中书的味道 那么当时我们 我们里面编辑有 有一个不同的意见 说这个 这个文章 会不会是有人捉到的 请人代理 对对对对 所以说 就我们内部把它定为重点嫌疑对象 可惜的是 韩寒并没有收到负载的通知 后来才知道 是居委会没送到 评委们为了留住这个奇才 决定让他来补考 我们里面的一位编辑就出难题来刁难他 当时就是韩寒坐在那个桌子上面 桌子上面放了一杯水 然后他就把那张纸揉一下 就扔到那个杯子里面去 然后说 就这个题目你给我写 一个小时后 韩寒交上了一篇叫杯中盔人的文章 拿到了一等奖 就这样16岁的韩寒 打破了中国文坛的瓶颈 拿下了大赛冠军 从此以后 韩寒只想写作 不想上学 高义期末考试 挂了七颗留级 复读了一阵子 高义后 韩寒决定退学 后来接受采访时 韩寒还记得父亲当时对他说的话 我爸爸对我说 没有关系的 你不要 他们现在 可以这么笑你一次 你以后不要再让人家这么嘲笑你了 韩寒对父亲说 爸爸你放心吧 我会用作品证明自己的 别人瞧不起我 我自己要瞧得起自己 办理退学的时候 韩寒被老师问到 退学了怎么养活自己 韩寒很认真地说 搞费 听到这个回答 老师们都笑了 当时我去办休学的时候 老师们问我 你以后靠什么来 过日子 我就说 我就靠搞费啊 所有的老师都在那里笑 有点 2000年4月4日 韩寒正式退学 一个月后 三重门出版了 一共卖了200多万本 成了中国20年来最畅销的文学作品 2000年对韩寒来说是个重要的年份 他引发了专才和全才的争论 那一年 他还上了对话节目 节目组请了一些专家和优秀学生来质疑他 他们对他提出了很多不友好的问题 但韩寒都笑着回答了 多年之后 发现韩寒说的都是真理 感觉其他人真是太鼠目存光了 那时候 韩寒成了反叛青年的代表 复旦大学找到他 想让他坐旁听声 并给他安排民事指导 他拒绝了 并说 就算复旦请我当教授 还要看我有没有空 没错 那时候韩寒很忙 忙着出书 零下一度 像少年拉飞驰 长安乱 一座城池等相继出版 并且每一本都很畅销 就在大家以为 韩寒会在作家这条路上 一直走下去时 他却突然转身去了赛车 韩寒从小就对赛车情有独钟 他11岁那年 看到电视上 港京拉力赛的精彩镜头 就被深深的震撼了 他心想 要是有一天 他也能驾驶赛车 在风驰电车中 体验速度和激情 那该多爽啊 这个梦想一直埋在他心底 从未熄灭 后来 他凭借写作赚了大把的钱 他觉得 是时候去追逐自己的梦想了 可是 当他打算买赛车的时候 有人劝他别傻了 快点拿钱去上海买房子吧 等房价涨了 你就发财了 韩寒却不听不理 他觉得赛车比房子更重要 就把所有的钱 都投在了赛车上 可是赛车不是闹着玩的 他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金钱 韩寒为了支撑自己的赛车梦想 只能一边开车一边写书 靠着稿费来养活自己的爱车 但是他从没后悔过 因为他知道自己 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而且他的努力也没有白费 在2005年 他终于拿下了人生中的 第一个拉力赛冠军 从那以后 他就势不可挡 连续夺得多个拉力赛年度总冠军 2009年 他更是创造了历史 成为中国职业赛车市上 唯一位既能在场地上夺冠 又能在拉力上夺冠的 双料年度总冠军 韩寒不仅是赛车界的翘楚 也是博客界的佼佼者 他从2005年开始写博客 两年内 他的博客点击量已经过无一 说他是中国第一代的网红 不为过 他的文字锋芒毕露 直击人心 他从不畏惧惹事 对社会上的各种热点事件 都敢说敢评 无论是周老虎事件 三聚情案事件 杭州飙车案 他都有自己的态度和观点 梁文道甚至说 再给韩寒几年时间 他就能成为新时代的鲁迅 韩寒还发起了韩白之争 狠狠地批判了文坛的门户观念 把站在白夜一边的陆川 高晓松等人打得灰头土脸 赢得了无数年轻人的敬佩 可是到了2012年 韩寒遭遇了人生的最大挑战 方舟子之以 他的三重门是别人代彼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韩寒把三重门的手稿 出版了一本书 叫做《光明和磊落》 分为笔记本 《光明》和手稿 《磊落》两部分 共有700多页 卖价只要10块钱 这件事之后 韩寒就很少再发表自己的观点了 他陷入了一段漫长的沉默 他说 他浪费了很多年的时间 在公共事件上 发泄自己的情绪和创作激情 只为了获得更多的关注 他越写越觉得自己很无耻 总想着 怎么能激起更多人的情绪 当他意识到 自己有这样的倾向时 他决定马上停止 2013年底 有人发现 韩寒居然要拍电影了 电影局官网上公示离布 叫后悔无期的电影剧本 编剧和导演都是他 大家都惊呆了 这个作家 赛车手怎么突然跑去拍电影了 他懂电影吗 他能拍出什么好东西来 2014年初 韩寒在网上发了一条微博 说后悔无期开机了 他还晒了一张 自己戴着导演帽的照片 看起来很自信 外界的质疑声不断 但韩寒不理不睬 他就是这样的人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从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童年 后悔无期上映了 结果大家都惊喜了 这部电影很好看 也很高达到了6.2亿 韩寒用事实打了所有人的脸 他不仅是个作家 赛车手 还是个导演 编剧 他在电影界也站稳了脚跟 后悔无期宣发的时候 有记者问他 为什么不再写杂文了 韩寒说 他对杂文失去了兴趣 觉得写杂文 就是在重复自己 他说他不喜欢重复 也不觉得杂文是真正的作品 杂文写完就过去了 没有留下什么价值 而电影不同 电影可以留下来 可以被更多人看到 而且他本来就喜欢电影 能够拍电影 之后 韩寒接着又拍了两部电影 乘风婆浪和飞驰人生 两部电影都很成功 票房都超过10亿 口碑也很好 韩寒成立一名优秀的导演 这期间 大家也发现 韩寒变得温和了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 爱对人 爱批评人何事了 他甚至说 退学是一件失败的事情 不值得学习 他说退学说明 他不能胜任学习的挑战 只能选择逃避 人可以不上学 但一定要学习 这和以前的韩寒完全不同啊 人是在不断地成长的 年少轻狂 或许只适合在年少吧 当人到中年之时 就必须要懂得 所谓的人情世故了 韩寒真的变了 但这并不是 因为他妥协了世俗 而是因为 他经历了更多的事情 理解了更多的人生 他学会了包容 和尊重别人的努力和选择 韩寒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的是 他从一个想用文艺 和理想改变世界的人 变成了一个 认可商业的力量的人 毕竟他已经41岁了 电影 让韩寒赚了很多钱 可他却把钱都砸在了一些 不靠谱的投资上 最近就有投资人 爆料韩寒此前投资餐厅 亏损商议 时间转眼就过了20年 韩寒在西瓜视频上现身 说要再和世界谈谈 大家都以为 他要再次挑战各路大咖 没想到他要挑战的是自己 他坦白了自己的投资失败的故事 说自己20年前 凭借300万的稿费 成为了80后的首付 可惜他把钱都花在了赛车上 没买过一套房子 也没碰过一只股票 这个视频一出来 网上就炸开了锅 各路神仙都来diss他 说他是资本家最喜欢的韭菜 李永乐老师还说 韩寒数学太差 要去听他的课 他说只有学好数理化 才能搞定投资理财 韩寒曾经在一个演讲中说过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毫无道理的横空出世 如果没有大量的积累 大量的思考 是不会把事情做好的 这世界上有太多的能人 意为的极限 弄不好只是别人的起点 所以只有不停的进去 才能不丢人 人可以不上学 但一定要学习 真的 韩寒当作家 开赛车 拍电影 看似都是横空出世的成功 实质背后都是汗水换来的 韩寒做任何事 都敢于孤注一掷 写作时就放弃了 学业专心写作 赛车时就几乎放弃了 写作专心赛车 不惜一切代价 结果也都不错 也许在投资这条路上 韩寒还没付出够多 钱就被坑了 但我相信 只要韩寒认真去做 赚钱只是早晚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